大家好,我是耳魔人 这种所谓男人要开萨克 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开箱一下 一年战争中最有男人味的机体 绿萨克 这个系列叫做Gondam Fixed Figuration Produced by Katoki Hajime老师 由Katoki老师担任整体的设计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非常鲜明的个人风格 非常完美的比例 然后呢,非常精致的细节 再加上贴好贴满的水贴 那不过这个系列一开始呢 它是这个塑胶的完成品 那到了后来呢,整个在继续升级 于是推出了这个更高阶的 这个Metal Composite系列 算是这个合金玩具的类型 那它的编号是1020 已经出了1000多支了 当然不是哦 因为一开始的时候 这个Gondam Fixed Figuration 是从0001开始一直出下来 那到了这个Metal Composite 这个Metal Composite事实上就是 合金的复合材质 所以在用料上呢 当然比之前好很多 那升级之后呢 它就在前面再加个1 所以呢,就从1001一直出过来 到现在呢,已经1020 已经出了第20弹 那事实上呢 去年因为是钢弹40周年 所以呢,它不只是出了 这个红萨克 你可以看到红萨克 它右下角有个40周年的Logo 那同时呢,也把之前推出过的出钢 这个Lel Origin版呢 重新再推出一次 换个包装 所以左上角也有一个40周年 那当然有了红萨克之后呢 当然就要推出 绿萨克就顺理成章了 因为正所谓 有魔不肩非板带 那当然这两者之间呢 到底除了换色之外 还有什么差异呢 那等一下我们再来研究 那首先呢 它这一次它所推出的 是MS-06C 这个C型呢 事实上是刚刚当Lel Origin 这个动画版的 重新再诠释 因为在一年战争 最早期的动画里面呢 它主力其实是F跟这个J型 那到了这个Lel Origin呢 它则是推出像这个 应该算是初期型 那所以它就变成是06C 那你可以看到这一次 它整个印刷非常的精美 包含这个烫金字的 这个绿色的字体 那后面呢也可以看到 它的零件配件还有武器呢 也算是给的还蛮丰富的 那整体的比例就看到 就感觉就是一个非常的帅气 好那我们就直接先打开来 看看这一次到底 有什么样的这个厉害之处 那首先呢 第一个打开的 它是这个绿萨克的本体 那本体呢 它就把它整个封包在里面 那而且呢 它用这个纸呢 用裙甲把它夹住 好等一下我们再来开好了 好这是第一个 那再来呢 是它的 看一下 它的吸塑盒的部分 那吸塑盒也是 零件是满满的 那不只是它的 手心有八个 武器 火箭炮 这些 机关将等等 那最重要的零件就是呢 它的地台 最近好像地台 反正是主体 地台就占了很大的空间 而且这一次呢 给了两把的 火箭筒 那为什么呢 这个等一下再研究一下 那最后呢 再看一下它的说明书 那这个说明书呢 就包在里面 这现在看不到 那不过这边可以值得一看 就是呢 它还多附了一张水贴 等于是说你可以再根据 个人喜欢的机体的编号 再去做表现 好 那我们就直接把它给展开吧 首先看一下它的尺寸 它头领高大概是17.7 17.8公分左右 跟同系列的初缸 还有夏雅萨克是一致的 不过呢 它的比例呢 感觉好像很接近MG 但事实上 如果你拿MG来对照一下呢 你会发现MG它是标准的1% 所以它刚好就18公分 那这个GFF MC系列 事实上它有偷偷放大那么一点点 大概也就一两毫米左右 那所以呢 照萨克的设定 它的设定是17.5公尺 可是事实上呢 它这一次的版本 它其实是17.7公分左右 可见呢 有跟MG比起来 它还是稍微大了 那么一点点 再来我们拿夏雅红萨克 跟这一次的绿萨克 做个简单的对比 那首先第一个最大的差异 那当然就是它的配色上 王牌机红色 那这个量产机绿色 红配率真美丽 那两者的颜色事实上都处理得还不错 就是这种带有这种消光质感的这种涂装 我觉得把这种兵器的感觉做得还蛮鲜明的 那第二个差异呢 是在夏雅萨克上呢 它除了吉翁的标志之外呢 它还有属于很多夏雅专属的这种大雕的标志 那还有很多的一些编号等等的 这一次也都直接就是这个一印在上面 但是绿萨克的部分呢 它你可以看到它上面几乎没有什么部队编号之类的 那你就可以用它所附给你的那个水贴的部分 自己再去做表现 这是第一个差异 那第二个部分呢 当然就是它头上这个红色油脚三倍数嘛 这个脚的部分当然是下牙 或者说指挥关机的一个重要的特征 那这一次的小兵机当然就头上没有脚 可是事实上它有副脚可以另外装 那再来第二个呢 就是胸口左右各有两挺炮 那这个量产机的部分就C型就没有 那除此之外呢 身上的所有的结构 那包含说甚至于连它的推进器 都是完完全全一模一样的哦 虽然在设定上下牙的萨克 它的推进器的这个出力是高了30%啊 但事实上呢 这两者你可以对照一下 在这一次的两个版本之中呢 是完全看不出有什么任何差异哦 那这个也算是设定上呢 一以贯之啦 或者是说呢 根本就懒得改 拉近点看你就会发现说 这一次的绿萨克在细节刻画上 真的是相当的精彩 那虽然说它整体的风格 还是保留了初代钢弹之中那种 小兵机量产机的朴实感 可是呢 它藉由很多细节的刻画 来展现出类似 现代兵器的这种精密感 这两点的 这个平衡感 我觉得是抓得不错的哦 那我个人最欣赏的呢 是它就像真正的男人一样哦 该硬的地方硬 该软的地方软 该亮的地方呢 毫不客气的把它展现出来 但是该深层 该内敛的时候呢 又懂得爱爱内含光 譬如说像它的绿色 深绿色浅绿色这种表现呢 都带有这种消光的质感 就具有强烈的这种 陆军那种野战风格 但是在里面呢 却有很多的机械细节呢 都有透出这种 比较深层的这种金属的光芒 那尤其是像它的一些关节啊 它全部都是采用了金属零件来制作 那除了能够让它的整个紧实度上呢 有一定的表现之外呢 在这个视觉上呢 看起来也是整个就是非常的亮眼哦 它全身除了关节零件是用金属之外呢 包含它的脚底板也是合金零件 所以拿在手上感觉还是蛮扎实的哦 这里我们就顺便帮它秤一下重量 那它的重量呢 我们看一下哦 它是353.2克左右 以这一个尺寸来讲呢 这个重量感也还算是蛮有分量的 它的说明书整个是由彩色印刷 那印刷也蛮精美的 里面一打开你就可以看到 所有完整配件的说明 以及呢 它的一些可动表现等等 还有包含它的支架 那甚至于包含它的武器 怎么去使用 怎么搭载在身上等等呢 都有非常详细 非常完整的相关说明与介绍 再来看到它的可动表现 首先头部呢 抬头低头左右的旋转 它的幅度大概就是这样子 那旁边这个导管的部分呢 它是做了软胶的材质 然后呢 它这边脖子比较有趣的地方是呢 它往上呢 这边的轴坐在后面 可以像这样往上抬起来 大概是差不多三四十度左右 然后呢 后面这边还做了一段 可以把这个整个组结构这样子 抬起来的设计 也是大概差不多三十度不到 因此呢 这两个结构组合起来呢 就可以让它的可动幅度增加一些 但是也没有说到大到让人觉得非常惊艳的程度 那但是至少呢 它这个可动关节是做的算蛮彻底的 再来呢 上面这个盖子可以像这样子把它给翻开 那就可以看到镜头里面的一些内垢 这个主镜头呢 它当然一定是可以左右旋转 不过呢 因为它用手会比较难转 所以它就特别附了这个 有点肌肉又不会太肌肉的零件 可以让你像这样子的左右拨动哦 那你说好不好拨呢 也还好啦 我其实拿另外别的胶棒 应该也可以达到同样的目的 但总之呢 它就有附了一个这样贴心的小零件 再来看到它的肩膀 那萨克的左右手呢 它是做了非对称的设计哦 可是这个连结的关节都非常的丰富非常的细致 像里面有一个球体关节 然后这边有个转轴 上下前后左右的翻动的角度都很大 那另外一边其实也是同样的可动的结构 那只是说呢 这边是一个盾牌 那可动幅度也是非常的灵活 那上臂这里呢 它抬起来可以像这样子 超过120度以上 不过这个角度你要稍微再去调整一下 那比较有趣的是呢 它这个关节呢 它并不是只有连结处是会转哦 那包含这个肩膀本身呢 上下左右的幅度都蛮大的 那再来它可以往前拉开呢 大概也差不多60度以上 然后呢 这个360度的旋转 然后上臂这边也是可动 然后两段式的轴关节 而且它除了两段的轴关节之外呢 它中间这边也是可动的 那比较有趣的是呢 它这个轴关节它是做了一个像这样子的联动机制 所以在展开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呢 它就会有局部的内垢会外露哦 那另外它的手呢 这是转轴关节再加上球体关节 可动幅度也是还蛮广的 那最后呢 它这边其实还有一小段的可动幅度 让它上台的角度可以再稍微大一点点 补充说明一下 它的手臂上臂这一段 它也做了裂甲式的联动关节 关节的结构设计真的是非常的厉害 它胸口这个驾驶舱呢 是可以整个打开 不过打开的过程有点麻烦哦 第一个你要先微微的拉开 一个角度之后呢 再把它稍微往上抬 可以整个翻开到这个角度 那翻开之后呢 它事实上还有更厉害 就是呢 它里面这两扇门 也是可以像这样子打开 不过呢 就可以用刚才这个鸡肋的小零件呢 去推波一下这旁边这两扇门哦 那打开其实你还可以看到里面 也是有做了非常小的这个驾驶舱哦 那开完之后呢 再把它给一片一片给关回去 然后呢 推回去的时候也要小心 首先呢 你要先把它推 往下推 推到这个角度推进去哦 再把它靠回去哦 这样会比较牢靠一点哦 那最后呢 再把这两边呢 也稍微合起来 这样它的结构就会比较完整了 萨克的腰部呢 以往都是没有什么可动度的哦 那我印象中是在1999年还是2000年的时候 那个PG 第一次做了腰部的平转关节 而这一次呢 它的平转关节 我觉得它幅度并不是很大 那旁边这两个动力管的部分呢 是软胶 所以呢 可以降低一点干涉 那最厉害的地方是在于说呢 这一次它的前挡呢 做了一个像这样子下滑式的设计 可以往下移动 大概差不多五 这个五毫米左右哦 所以往下推之后呢 它就可以像这样子往前弯腰做一个减肥罩的动作哦 这个弯曲的幅度呢 大概差不多有三四十度左右哦 虽然说不大啦 但是以萨克能够做出弯腰动作 我觉得也是很厉害了 裙甲的部分呢 是萨克最大的一个可动的难点 那它这一次呢 前裙甲其实可以抬到一个算蛮高的 尤其是你把它整个往下推之后呢 它可以再往上拉一点点 那这个侧裙甲的部分呢 它是有两段的结构 这边呢 是有个球体关节 那后面这边还有一个侧向的一个转轴关节 所以如果你用的好的话呢 这边的干涉度可以降到一个最低 那它的大腿呢 整个抬起来可以到差不多 将近90度 还差那么一点点 那往前呢 可以整个抬好超过90度以上 这个可以到差不多 100度以上没有问题哦 而且呢这一段呢 不过后面这里呢 它就可动幅度呢 就会稍微比较小一点点 大概会稍微卡到后面这个关节 除非你往侧边 这边拉开就可以稍微再出来一点点 那这边呢 还有做了一个延伸的一个结构 就是呢 它可以藉由这个转轴的滑动 把它的这个脚的轴关节呢 往前整个拉到这里来 不过它这边满紧的哦 往前之后呢 你要做出一些蹲姿或者是大抬腿动作呢 就可以做到比较夸张的程度了 那再来呢 这个大腿的内侧这边也有做平转的转轴 然后大腿这边呢 也是做了一个两片式的这样联动的设计 所以你在弯曲的时候呢 上面这边也会跟着动哦 看每次看到这种结构 我都觉得非常的开心 那另外呢 它的这个脚的下面这一段呢 则是这边也做了一个联动的机制 可以像这样整个滑开 所以呢大概整个弯曲呢 也将近快要到可以对折的程度了 下面这边也是一个联动关节 整个可动的机制呢 真的是设计的非常的厉害哦 那另外它脚的贴地 好像左右 它是这两段是分开的结构 所以呢 在你左右的时候呢 它这边就可以避掉一些干涉哦 那往前大概可以到这里 往后呢 大概也是这样子而已 然后前面这一小段呢 也有一个微微的可动 事实上这边是123 分成三段式的设计 虽然说可动度并不会增加到哪里啦 但是它在分件分到这么细 就感觉是一个非常的有诚意 武器配件的部分呢 它有两包像这样的吸索盒 那里面呢 它的零件像它的火箭筒 它的斧头 它的机关枪 这个都是萨克的标配哦 那不过我们这边对照一下 这个是夏亚红萨克里面的零件 那它的武器配件呢 事实上这两包是完完全全一样的 那差别只在于说呢 它的这个手型的部分 零件是红色的 至于第二包武器配件的部分呢 它还多了一把这样的火箭筒 以及三个弹夹 还有指挥官用的头上的脚 那不过呢 之前的夏亚萨克 它就是只有像这样一个很简单的地台 所以相较之下呢 这一次的绿萨克在武器配件上 还比较超直一点 手型的部分 它左右各附了两个拳头 以及微微张开的开掌手 还有两个可以拿来握持斧头的武器手 那它的手指呢 有点硬又不会太硬 有点软又不会太软 所以你稍微放心的去掰它哦 把这个斧头塞进去 还不是什么大问题 那另外它斧头上面这个黄色的部分呢 它事实上是做了涂装 而不是透明零件 那除了这把这个电热斧之外呢 它还有一把是没有启动的 没有开封的电热斧 那所以它上面就是涂了灰色哦 那这把呢 它可以收纳在屁股 或者是收纳在腰部哦 这两个洞都可以随便你插 那我个人是比较喜欢插后面哦 好那你就可以把它像这样子 斧头就可以固定在后面了 它总共附了两种不同造型的握枪手 一个是像这样前面是平的 另外一个呢 则是前面带有斜角 所以譬如说你要使用火箭筒的时候呢 它手臂要弯曲的比较前面 就可以采用这个手型 那另外呢 像它的机关枪的部分呢 前面这个握把 它是可以像这样自由的左右的旋转 那同时呢 这个瞄准镜也可以像这样子 从这里摆动到这边 那包含它前面这个瞄准镜的部分呢 也是可以开启的 不过这个瞄准镜做的非常非常的细小 我很怕一不小心把它给开坏了 好OK像这样把它打开 里面也可以看到它还是做了金属涂装 感觉是蛮漂亮的 那另外它的这个弹夹的部分呢 它是做了一个可以开启的设计 但是有点紧了 我就不拔了 拔起来大概就是像这样 很简单 那拔起来之后呢 你也可以装在侧边 或者是呢 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从后面来 就像这样子可以把它装在后面 这次绿萨克最大的惊喜 就是它附有两把不同造型的火箭筒 上面这一把是出现在动画里面的A型 那下面这一把呢 则是动画里面没有 但是只有设定的B型 那这次这两把都附给你 而且呢 它还做了XT式的零件 让你可以等于有四种不同的形态 可以做切换 那首先我们看一下细节 上面这个瞄准镜 它可以像这样子左右的旋转 那前面的握把也是可以360度的自由做旋转 那包含前面这个瞄准镜的部分呢 当然它也是做了开启的机制 里面也是做了金属的涂装 那那XT式的部分呢 它有附了一个像这样的零件 首先呢先把它拔起来 插上去 再把这个呢换掉 这里也把它插上来 插上来之后呢 你可以看到这边就有一个凹槽 它总共有附了三个像这样的弹夹 可以做替换 所以你一初级呢 你事实上就除了这个弹夹 里面应该有三发是不是 那总共就等于会有九发嘛 而且它还可以再把它装载在它的盾牌上面 像这样子 看起来整个武装上面就会更加的丰富 B型的部分也是如此 它也有一个这样的替换零件 首先呢先把它给拔起来 这个先把它给装上去 然后再把它屁股这一段呢 也把它拔掉 拔到之后 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个小小的卡扣 你要对准这里呢 把它给扣进去 小心不要弄断了 好 像这样子扣起来 就变成了B型的另外一种形态 那你就可以把它的弹夹 像这样从后面把它给插进去 好 这就是可换弹夹的形态 那至于说这边可以转动 这开启跟A型是一模一样的 那它总共也是总共附了三个弹夹可以做替换 那同时呢也可以像这样把它给安装在它的盾牌之上 不过它只有一个卡扣 那在扣的时候呢 就要稍微上下做一下交错 像这样子就可以把它装载在你的盾牌之上 它的火箭筒除了非常帅气的握在手上之外呢 后面这里呢 还有一个收纳空间 可以先把它给像这样子打开 然后呢 再把中间这一块呢 也把它拨开 像这样就会变成一个C型的一个夹子 那这时候你就把它的这个火箭筒拿出来 那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小小的卡槽 就可以把它扣在这里面有一个凸起的部分 把它给扣在里面 像这样子就可以稳稳的固定在后面了 这一版的绿萨克还有一个非常好玩的新玩法 它左右各有一个像这样的武器挂架 可以装载在后面 那这个武器挂架 我们先看一下可动度 其实也是非常厉害 首先呢 它这边有一段两段三段四段 像这个侧边也可以旋转 C型扣的部分也可以旋转 总共有五段的可动的关节 那非常非常灵活 好 那这个部分我也先把它给装上来 那装上来之后呢 我就可以把火箭筒 好像这样 它后面这边有两个洞 你要装上面这个或下面这个都可以 我装下面这个好了 好 把它给从这里给它装上去之后呢 就可以固定在背包上面 这个等于是初级的一个准备之外呢 它事实上这个还可以整个像这样拉出来 拉出来之后呢 转到前面去 好 就变成是一个固定武装 好像是背包上面的火箭炮一样 那左右也还可以做一点点的微调 好 因为这个C型扣的部分也是可以左右的旋转 好像这样子 就可以去做射击 好 算是相当厉害相当方便的一个设计 那另外一个火箭炮也是一样 我这次就扣在上面这个好了 好 像这样把它给扣进去 扣进去之后呢 也是一样 我可以再把它拉出来 好像这样子 拉到前面去之后呢 就可以双管齐下 双龙出海 也是非常厉害的一个武器的一个配置的方式 最后看到它头部还多附了一个XT式的零件 如果你想要让它升级成指挥官的话呢 你只要把这个盖子拔起来 插进去呢 立刻就会升级喔 而且它避免你不小心弄断或者弄丢了 所以这只脚的部分 它还有多了一个像这样的备用零件 也算是蛮贴心的 好的以上就是GFF MC绿萨克的简单介绍 虽然它几乎95%以上 沿用之前的红萨克 但是金属关节和可动结构的设计 仍然令人折折撑奇 算是到目前为止 精密度和可动度做的最厉害的萨克版本 它的火箭筒同时附了AB型 并且都有可XT式的设计 再加上可挂载在背包上使用的新玩法 虽然只是增加了简单的几个零件 却让可玩性大大的提升 可惜这一次没有附上挂在小腿两侧的飞弹夹 不然武器就更多样化了 作为等级最高的钢弹合金玩具系列 GFF MC推出过的机体虽然不多 而且经常一模多用 但制作水准和完成度还是令人爱不释手 尤其是男人一定要开的绿萨克 一次买三盒也不为过 但是先别急 薩克还有F型、J型、高机动型 各种局地任务型和各种涂装等等 到时候如果全部收的话 三盒肯定是不够的